這邊有特別安排我到新北市議會去看他們 真的在議會在質詢的時候的狀況 我給他的設定就是說 他對3C產品非常非常的熱衷 平常會騎著那個小米機移動 對 在城市裡移動 就稍微比較牙皮一點 然後比較年輕化 然後比較3C控的一個狀態這樣 這一次他的角色也是在劇裡面相當吃重 尤其他跟紫薇的情感的部分 我儘量幫他放一些好像正二代 家裡還不錯地方勢力的那種 有的時候的小霸道 或者是有的時候 就是突然某一些小片刻露出來的 跟紫薇的落差 紫薇就是他來自一個好的家庭 但是後來家到中落嘛 那楊子蕭來自一個孤兒 但是後來進入正二代 就是所謂的就是珠紅色的大門裡面 所以在那個相處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加入一些小霸道 或者是加入一些些的 一些些的貴契在裡面 些許的貴契在裡面 我只是突然就發現 他從第四到第八鞋 就可以一直抵發開這樣 一定要讓我穿上他的衣服 一直在放鞋 對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